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一个多个月了 那我记得前两个月我们的主题是这个 Temnity Planning,然后还有一个Summer Planning 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AP的一个讲座 因为最近的话也是学生们 真的如口如荼的在考着他们的AP考试 那有的还没有脱离股盘 那有的嘛已经考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学期的成绩也差不多定下来了 很多孩子拿着这些成绩 特别是他们要升12年级的 要准备开始申请大学了 那还没有要申请大学的那就开始紧张了 哎呀,我的AP考得怎么样啊 我要不要report啊 万一我考得不好怎么办啊 那我明年到底要不要再少上两个 或者多上两个啊 要不要跟学校改schedule 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会出现 那所以今天的话给大家来做一个AP的入门讲座 那今天的话我们会讲到大概四个方面 AP101是一个intro 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AP 那AP有哪些subject 然后包括说它的一些作用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到这个AP和UC的录取 然后是AP和其他的一些比较selective 比较难尽的比较top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录取的关系 那最后的话我们会go over一下这个在高中阶段 那知道了这些大学的喜好也好 或者说是AP的一个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也好 好处也好,坏处也好 在高中阶段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这个AP 到底应该怎么去规划你的整个的高中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行到第一个部分AP101 那AP101的话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AP考试 那AP Advanced Placement呢 这个是college board 开了一个所谓这个college level work 那它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我们的高中生 在他们的高中阶段有机会去接触到大学的课程 一个是给能力比较强的高中生 一个学到更难的课去挑战他自己的一个机会 另外的话呢对大学来说 他们可以从这个AP课的情况 以上AP课的情况 包括说你的AP考试的成绩来看出来 OK这个孩子之后在大学进入大学阶段以后 他能不能survive我的这个大学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college board 设立这个AP课的一个初衷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llege board 官方给出的说法是 OK我们这个AP呢可以是online也可以是classroom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tricky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online的AP 可能有些家长也会了解到说 有一些online的AP的确是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会有一些水分在里面 OK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它的作用是一个这个大学省学费 OK因为如果AP考试成绩好的话 大学有可能会在你进入这个大学以后 给你一些college credit 那这个的话可以帮助尤其是这种很多大学 它是按这个学分来收学费的 那这个会帮助到一些家庭节省很多的学费 那到底你能省到多少呢 这个在我们第四部分 我会把它具体的讲到 OK那我们的AP subject AP subject它涵盖的面非常广 从我们的这个人文到这个语言到这个科学 它都有 那包括说现在比较新的这个AP 这个capstone 一共加起来呢 我们的AP在art方面 有art history music history 有这个3D 那英文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l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gov econ psychology psychology 多年前它在我们的local high school 是没有很多孩子需要去网上上 那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local high school 也会offer这个ap psychology的课 那ap euro ap push 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课 也是我们知道的 比较难的一些课 那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 这个的话 我们湾区的孩子 如果你的兴趣是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的话 对这方面一定不会太陌生 那sciences 我们的lab science 我有这个biochem environmental science physics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lab science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 我们熟悉的中文 因为ap中文考的好 可以skit掉这个高中阶段的这个外语课 那还有除了中文以外 这个我们附近offer的比较多的可能是spanish french 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日文的意大利语的德语的这个ap 那最后的话我们有这个capstone 这个是ap seminar和ap research 加起来的话其实一共ap的话有38个 那我们在take这些ap课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 当然也是家长和学生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 那ap课和ap考试这两个都是ap 他们有什么样的联系 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ap课的话 ok它是一个课 它是一个在我们的high school可以上到的课 刚刚也说到了 ap课其实在有认证的online high school 也是可以上到 这个在很多online high school 像UC像这样的学校 这些学校也是认课的 那ap课的话呢 它的难度是不一定的 哪怕是同一个ap subject 比如说ap calculus bc 那有的学校 有的high school的ap calculus bc 非常非常难 那我之前的话在南湾 我就知道有某一所高中 他们的ap calculus bc 是基本上没有人得a的 ok 那在有的high school 它并不是那么的难 所以ap课的这个难度 真的是要因学校令老师来定 那ap课的这个 它是你选择的ap课 在你的transcript上出现的这些ap课呢 它一个是看你的这个整个curriculum 你上的这些课有没有挑战性 那另外一个话 有没有难度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 是通过ap课可以体现你的一个academic interest 就是你的这个在学术方面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兴趣 你有你的整个的课程的规划 有没有一个指向性 ok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可以通过ap 上ap课来体现的 那ap课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会影响你的这个weighted GPA 那我知道我们的这个high school 我们high school 有的high school 它是有offer这个honor课 有的high school 它是没有offer这个honor课 那这些孩子的话 没有honor课 这些孩子他可能要通过更多的ap课 可能去提升一下他们的weighted GPA 那么ap课在这个提升weighted GPA方面和毁掉你的weighted GPA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最后的话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你上完了ap课 哪怕你得到的是百分百分之百的成绩 甚至超过百分百a plus的成绩 你都是没有college credit 上ap课是不会给你college credit 那怎么给你college credit ap考试才会给你college credit 那ap考试为什么他给college credit ap课不给他 因为ap考试是一个standardized 他的难度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同一批考试的人 他take的考试都是 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学校就可以区分出 OK这个学生他上了一批课 他有master这个material 他有掌握他该学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学生 他哪怕他上过了一批课 但是他的可能学校老师的教的这个课的难度不够 或者他cover的这个material不够 他的ap考试并没有考的那么好 那他这说明什么 但是他是没有掌握他在college的这个level 需要掌握的这个知识 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到college credit 所以ap考试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一点 那ap考试呢 他如果你考得不好的话 他是不会影响你的gpa的 影响你的gpa的是我们的ap的课 那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特别是我们大公校的孩子就有这个concern 那我们学校 你看我们公立学校 可能要从十一年级 我才会开始上到我的这个ap课 对不对 前面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上到ap课 有可能在十年级 我能上个ap world history 或者是ap euro这样子的课 那或者是有一些数学方面 比较advanced的学生 他可能可以上到ap calc 那我怎么要去show我的ability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ap考试 来实现这个目的 那你不一定要上ap课 然后再去take你的ap考试 这两个东西是独立的 你其实可以在没有上ap课的情况下 自己进行一些self study 然后再去take这个ap的考试 那这个可不可行 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强的条件下 也是很可行的 我这个之前大概三四年前 我有个Vinbrook的学生去了PET 他的transcript上面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ap 因为这个学校没有办法上那么多 但是他考了非常多的ap考试 超过十个 那所以说这两个termap class 我们的ap课和ap考试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ap和uc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以说ap和uc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我们来看 那uc的话我们最近大家都听说 那uc今年开始他会勾testfree 他没有用这个testblind的这个词 用的是testfree 去上个礼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刚刚参加了一个coast to coast counselor event 那这个event里面有priston 有northwestern 有vanderbilt 有berkeley 那这几个学校 uc的话他的这个 我们比较很眼熟的这个 他的admission的这个director 有去那边说 OK用到这个词叫testfree 那今年的话 今年开始uc他不会在他的整个admission的过程中 用到这个sat1或者是act的这个成绩 他也不会影响你的这个scholarship的这个申请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在uc的这个application上面 看到的number是什么 首先是gpa 就是你所有的class OK其次sat2 那当然我们这一届学生 其实有sat2的学生已经非常少了 相对以前的学生 一个是疫情的原因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大家也是很无奈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的coach board 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宣布说 OK我们今年6月份以后 都不会再offer这个sat2 这个考试已经被取消了 那其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的这个naca也是叫nacee 就是我们的美国大学招生协会 他们的调查有显示说 从15年前到现在 觉得sat2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学校 是以前的三分之一 OK 所以他的这个重要性在一直一直在减弱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sat2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今年的话 有sat的学生其实是很少的 除非有些孩子比较advanced的 在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 在疫情以前已经有考过sat2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number 在这个会秀在我们的application上面的 就是AP 那这几个它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demission 首先一个我们需要理解这个UC 它在度学生的时候 在看application的时候 用的是我们的这个UCGPA 而不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些GPA 它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这个system 那UCGPA的话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可能是第一次来 也有些家长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UCGPA的话呢 是一个不算九年级的一个GPA 那它的从是从十年级之前的暑假 算到十一年级之后的暑假 也就是说两个school year再加上三个summer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在十一年级之后的暑假 还在疯狂的take这个community college的课 那因为这个暑假的课的成绩是被算进UCGPA的 那九年级的课呢 它不会被算到UCGPA里面 但是当你在填到vacation的时候 当然还是要填 把你的九年级成绩填上去 所以大家也不是说可以完全不care九年级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孩子 他也不只是申请UC一个学校 所以你在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 你的九年级成绩还是很重要的 那对于UC来说的话 他们用的是这个weighted GPA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两年加三个summer的weighted 你的这个AP课 honor课这些课都会给你additional credit 那这边的话顺带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honor课 那honor课的话呢 UC的话它不是说你学校 只要是你高中offer的这个honor课 它就会把它算成一个honor 它有它自己approved honor 因为有的课你可能会发现说 有的honor课的话呢 它在你的high school transcript上面 它显得是ok这是一个honor课 但是它对UC来说 它其实不是一个honor课 但是有的它是 那这个的话 UC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standard 有一个判断 那最后的话 我们的UC GPA的话 你是跟谁比 是跟你的这个身边的人比 而不是跟所有的人比 那我们不可能说 把我们这个南湾某个学校的孩子的 这个整个transcript 把它和比如说像Fresno 这个比较偏农业区的地方的 资源比较少的学校的孩子 transcript放在一起比较 这是不可能的 那UC的话很讲究这个context ok我们大家可能 在我们之前的讲座里面 也提到了很多次 这个context 它你是和你的身边的人在比 ok 所以你这个相对的这个GPA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AP 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大家可能也会发现说 AP学的好的 ok 我说的是学的好的孩子 可能上UC的好学校的 基率会比较大一些 那UC他们自己是怎么看这个AP的呢 那第一段我摘 我是从这个UCLA的 这个administry website上面摘下来的 这个UC希望看到学生 去take the advantage of academic opportunities ok 所以就是说你 如果你有这些东西 对你来说是available 是你们学校有offered 你有没有去利用到这些机会 你有没有去用到这些东西 去explore更多的一些subject 或者是更难的一些subject 在你能力范围内 这个很重要 划重点 OK UC好像没有说 但是这边划重点 能力范围内 在UC的整个录取过程来说的话 这个其实是在UC的 他们自己的conference 也反复强调过的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 不需要 这个SAT-1 或者是ACT 但是如果你申请的这个专业 是selective 比如说engineering 比如说computer science 比如说biology ok 如果你申请的是这些popular major的话 你的SAT-2 again SAT-2可能我们不是很多了 那和AP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式 去show你的proficiency 去展示你的能力 OK 那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 他们看看 大概还是要看 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UC整个admission 对这个AP的一个解释 那其实在我们今年也好 去年也好的 这个admission result来说的话 大多数我们的学生 进到这个 当然如果不是这种 有这种特别unique的 一个life experience 或者是这个得奖经历的学生的话 大多数进到 Berkeley LA的这些孩子 尤其是我们这个 我们熟悉的几个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AP课 其实不少 对不少 OK 那UC以后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 比较popular 比较selective的一些elite college OK 我们的精英大学 那这边的话 给大家解到的是一个 GAN NACAN 就是我们的这个 美国招生协会的一个 research的一个result 那这个的话 他们这个组织的话 是美国最大的 这个college counselor的组织之一 那隔一段时间 他们会有一个survey出来 是针对近年的这个录取结果 录取 他对招生官 他们对每个学校 大学的招生官 会有一个survey 那这边的话 给大家看到的是 最近的 其实是 说是最近的 其实是去年初的 对 他们不可能 不可能 很快的会出新的出来 当然 这个就是最近的 那是他们的一个 不同的factor 在admission里面的 重要的程度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些学校 你所有的grade OK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你的所有的grade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所有的class里面 你的一个表现 OK 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说 怎么AP和这个IB 我们IB是另外一个system 也是上culture level的一个课 那AP和IB的weight 为什么会少呢 很奇怪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 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叫positive character OK 还有这个assie writing interest OK 这些东西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理解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样这个协会给出来的解释 那在私立学校 其实他会对我们学生的个性 会更加的重视 对 因为他们在做 刚刚这个表 只是一个大概的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百分比 一个数据 但是 当然他们还有对 针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 有做更多的进步的research 那私立学校对这个我们说的character 学生的个性 其实会重视的更重视 那这边你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私立学校的资源 还是比我们公立学校要多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申请的人数 当然跟我们的大功效 比如说UC 比如说我们University of Michigan UT Austin这样的学校比的话 这个私立学校的资源还是要更多 那private college 它的这些admission呢 它更偏向于我们所说的这个homistice 也就是说它会看到学生 除了你的number以外的方方面面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那AP还重不重要呢 那我要不要去上AP呢 我要不要去上这些很competitive课呢 我要不要把自己逼得很紧 去考一些考这么多的AP考试呢 其实还是要的 为什么呢 这些highly selective college 什么叫highly selective college 就是我们所说的top 30 top 20的学校 这些college呢 它其实有很多 那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很多的学生 很多的他们的申请人 他们的profile 在number的方面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说 很多的孩子 他可能都是4.0的GPA 3.9的GPA 那他们的SAT 可能都在1550左右 OK 那他们的AP课 可能都有个10个左右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怎么样去区分 你要怎么样去选到说 OK 那我想我想要这个学生 我想要那个学生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们就需要用更多的 其他的一些factor 来决定说 这个学生是我想要的 那个学生 我可能就不要了 OK 那所以说他们会看 更多的这些factor 那包括说 那我记得有一个调查的结果显示 就是在10年前 take这个AP课的人 和现在比的话 现在的takeAP课的人数 比10年前增加了65% OK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那对这些selective college来说 OK 那你们都有这么多AP课 那我的精力 当然要放在去考察 你其他的东西上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 是有一个很矛盾的点 就是说 OK 你上了这么多的AP课 那我还要去揭露 我的那些academy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吗 这就要看你的整体的一个规划了 每个学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他需要走的路 也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 OK 那家的孩子 take了这几个AP 然后他参加了这几个coop 他进了Berkeley 那我们家孩子也去做这些 然后最后发现 为什么我们家孩子没有进Berkeley呢 因为你们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 是不一样的呀 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个性 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 那你一定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 去做一些规划 而不是说 你看人家孩子做了什么 我也要去做些什么 可能我也能进那个学校 这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真的是不一定 那OK 哈佛的一个admission officer 对这个 我们对学生和家长的AP的这个 痴迷的程度 就有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这边他有讲到说 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会问到 问到这个哈佛的这个admission officer 当然我参加了很多的这种info sentient 这个学校大学的info sentient 因为马上我们的申请机也要来了 我们不光去push这些学生去参加一些这样子的webner 我们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些这样子的webner 那哈佛的一个admission officer就有comment到 你问我你是到底是take这个这个一个regular class呢 拿个A好呢 还是拿一个B再去take一个AP课 那拿了一个B呢 因为AP课很难嘛 那他想看到的是 你take的AP课 是你可以拿A的AP课 OK 这个也就是我刚刚强调我的量力而行 那你其他的精力 应该放在哪里 去发展其他的东西上 那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NACA 一个director 他其实也是一个资深的一个admission officer 他有就讲到说 那很多的我们在去看很多的这个私立学校 或者是这些比较commentative 一些学校的这些unitial website上面 他会都会写说 OK我们不会规定说 你要到底要上多少个AP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你有没有去challenge yourself 那这个message 被很多的人解读成了 这个challenge yourself 就变成了说 我要take很多的AP课 那我们学校有offer16个AP课 我要叫去take 我要去把这个16个AP课全部take完 那这个这样子的解读 其实是非常的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challenge yourself 不光光是在你的classroom里面 你在你上完了这么多AP课以后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 我这两个月有接到好几个 这个我们senior 要做vocation的学生 AP课上了过少 但是当我问到他说 你上完了这么多AP课 你有没有想到说 你上了这么难的课以后 你学了这么难的material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 你要去做些什么 你有没有做一个比较大的project 你有没有做一些你自己感兴趣 你有没有找到说 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甚至像有一些孩子 是上网上网的APCS以后 我问他 你有没有去做一个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案 这个他的能力 其实完全可以达到的 答案是没有 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在challenge你自己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学生应该考虑的 就是在你上课之余 你剩下的经历 你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是去上更多的AP课 还是说用你学过的东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话也是我们在高中阶段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人生不只是AP而已 OK 那说了这么多AP和大学申请的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go over到这个在我们的整个的高中阶段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规划 OK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AP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show你的academic interest 你要怎么样通过上AP课来体现说 诶 我想学这个 我想学那个 我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那个感兴趣 那这边的话不是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在选课的时候 你可能要优先考虑这些 那当然有能力的话 我的确是见过把他们学校所有的AP课 全部上完一遍 而且全部拿了一个学生 OK 但这个根本现在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你的兴趣是STEP 比如说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如果你是这方面的兴趣孩子的话 那首先一个calculus 这边给大家提一下这个 我们的USC也是一个非常popular的一个私立学校 我们男嘉的跟UCLA两个常年是打的 不可开交的一个私校 那USC我们的男嘉大呢 它有非常明确的指出 如果说你的高中阶段没有calculus的话 你是很难被我们的engineering录取的 OK 那这边的话 STEM的学生calculus 那Science 那Science你要怎么选 你的Science应该是和你的major是相关的 比如说如果你以后想学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一定要上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兴趣是Life Science Life Science的话 这个Biology Chemistry 这些需要上下 所以你在选Science的课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你今后的一个interest 那你要怎么样确定你的interest 那你可以可能有的孩子 他天生就有这个对某个学科感兴趣 有的孩子他可能需要做一些assessment OK 那CS的话 是对学STEM学生 我是强烈建议所有的学STEM的学生 去修一个CS 学一个基本的coding skill 这个不仅仅限于我们的computer science 和engineering的学生 那我自己现在如果我push的动的话 我会建议说我的biology chemistry 这一方面pure science的学生 也去修CS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这个 大家有去关注到一些summer camp也好 这些research program也好 你有看到他们的project的description的话 大家可以会发现 很多这种偏science 看起来是纯粹的science的project 甚至是psychology的project 它里面都会要求学生 有一定的电脑基础 OK 甚至说 我的一个学生之前去一个 bi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一个research program的时候 他在那个program里面 他的一半的时间 他说他跟我说 他其实在program里面 帮他的教授在coding OK 所以coding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skill 就像以前我说 数学是一个基本工具 现在是数学和coding 都是一个基本的工具 所以这边的话cs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要去考虑的一个学科 那psychology的话 对以后想学life science的学生 生物也好 以后想学这个药啊 生物啊 动物啊 以后想apply这个medical school 学生也好 psychology是强为建议的 OK 那business business也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major 那尤其是这个从小西尼啊 我们的international student啊 这一块这个business 是非常非常popular的一个major 那对于business的学生来说 我会建议优先考虑的是这个历史 然后英文 然后gov 然后economic 对不对 那calculus和cs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如果你想学business的话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比如说咱们 咱们著名的nyu 品味大学的这个商学院 他们的这个 对本科的这个business school 学生的数学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OK 所以如果你有学calculus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那另外的话 cs也是recommended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major 叫business analytics 这个major现在的话 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master program 但是现在很多的学校也在渐渐的把它拿出来做一个major 或者说在他们的本身的传统的business这个专业里面 加了一个这样子的concentration 为什么 这个专业其实是把business和cs做一个combine 我知道有很多学生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 他们会对这个 他们对商 对电脑 他们很多人其实是 开始是对电脑感兴趣 后来 后来这个高中阶段 可能参加一些活动也好 跟人有很多的交流也好 对business也产生了兴趣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非常好的 把他们的兴趣做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对你的这个学生的数学和电脑好的话 有小学business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加弹效 那最后的话 我们是humanity和social science 那这边的话 history和英文 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 那这边其实应该再加一行 第二就是我们的外语这个第二语言 当然我想说的是 不是跟你的本身的这个background 比如说如果你是Asian 然后你对humanity和social science感兴趣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你的第二语言 可能修一个除了中文以外的这个语言 那还有这个psychology 这些是对这个humanity的学生来说 比较推荐的 那如果说你想再加一点点 其他的ap 想再challenge yourself的话 那我去年的一个学生 他学的这个 已经毕业了 我去这个race的这个学生呢 这个小女孩 他其实是学这个英文的 他是英文系 那他的整个curriculum里 他有加这个calculus和这个ap 他有上apbiology 他有去加一些 他可以handle的这些课 去show the ability 对 OK 那第二个 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在我们这个选课的时候 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上多少的ap OK 可是其实刚刚我们在讲这个Hofford 这个admission officer 这个comment的时候 其实有讲到了一点点 那我到底是要take一个regular课 还是要take一个ap课 那我的答案永远是 如果你可以答A的话 OK 那首先学生需要去evaluate 自己的strength和weakness 那做了七八年 今年是第八年 做了这么多年的confergent 其实每年都会碰到学生说 OK我要take 我六门课 六个ap OK 那我一定要上这样子 我一定要这样子选 我不听 我不听 这种学生其实还蛮多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逼迫你说 OK你不可以选这个 你一定要选我跟你说的 那我们只是说提出这个建议 但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在学生和家长那里 那结果怎么样 大多数的结果都不太好 OK 当然的确是有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他是多上了一些这些ap课 甚至college的课以后 他其实还是可以保存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种学生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以学生来说 他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项是哪里 那这边的话 其实会建议到 这个学生会需要跟老师 那就不是 不光是consultant了 跟数学老师 英文老师有一个evaluation 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 你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你到底你的水平能不能handle某一个ap课 其实之前的话 的确有学生evaluate出来 像我们的英文老师有建议说 他可能最好不要考虑ap late OK 但是没办法劝不住 后面结果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那另外的话 你还要考虑你的其他的一些课和activity 那很多的孩子在上了很多的ap课以后 会发现说他没有时间去handle其他的东西了 根本就忙不过来 OK 尤其是尤其是当你到了第二个学期 需要准备这些ap考试的时候 那你的时间会更加的紧张 而且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准备啊ct1 尤其是我们11年级的学生是非常忙的 那你其他的activity 你能拉下吗 你不能拉下 如果你的goal真的是我们说的这些 elite college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比较competitive college的话 大家其实也看到了 他们对这个学生的课外活动 对学生的个性的这个重视的程度 那你的时间够不够你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去去去体现 去去找做一些体现你真正的兴趣的东西 你有这个时间吗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ap课上了很多的话 而且不是你自己可以handle的范围的话 那这个话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棘手 甚至说连写summer camp做我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这边的话 这边给大家建议是 当你在做在考虑说到底要上多少个ap的时候 这边每一个ap课 这个是on average 这个是coach board这个research的结果 那每一个ap课 你每一天相对于regular的难度的课的话 你需要花到40分钟 多出来的那40分钟 OK 那这是一门 这只是一门 每一天 那你如果上了个六个ap课 那是多少 对不对 六个ap课240分钟 那所以这个的话 对学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ap课的整个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这个能力 包括说其他的课的强度 OK 有一些学校 有一些学校 他哪怕不是ap课 某一些braggle的课 他的课程的难度都非常的大 比如说刚才的analyse ok 那接下来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ap 我是应该在学校上 还是应该去community college上 我们equivalent的这个college level的课 那我们说 我们刚刚也说到说 OK ap是什么 ap是在高中阶段 你可以在学校上到的这个 大学的难度的课 那这些 所有的基本 几乎所有的这些ap课 都可以在community college找到和他对等的这个课 OK 那我到底是应该在学校上呢 还是应该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去community college上呢 那ap如果在学校上的话 它的优点是什么 方便 OK 你不需要再去做这个registration 你不需要去跟community college的学生去抢课 OK 在community college上课是需要用抢的 而且ap课在这个高中间 就是高中的ap课 它的整个的节奏是比较适合高中生的 OK 那community college课呢 它的 首先它的节奏非常快 它在短 比较短的时间内 要完成整个这个college 这一门课的这个内容 但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的选择非常多 对 community college 它就不光光是这个ap课 它就有各种各样的课 包括说 比如说我们cs的学生 他可能会找到和他兴趣相关的一些 难度比较大的也好 或者是比较一些比较special topic OK 都可以在community college课里面找到 那 那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那这边的话 其实会给大家建议到 说当你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 说要去community college上课的话 因为一般都是在夏天 那如果是在夏天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的整个的summer的计划 把它考虑在里面 你要去做一个衡量 说OK 我到底是要花这么多时间 去community college上课呢 还是说我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孩子来说 可能参加一些有意义的summer的camp也好 或者volunteering也好 其他的活动也好 甚至自己在家做project也好 可能比去community college课的加分更多一些 那当然你能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这个也是可以的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要去把整个的你的summer time 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考虑 才会有一个非常比较优化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的话呢 community college课还有一个 就是说在regular school year的话 也是有孩子会选择去community college上课 这种的话会比较少 一些这种情况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的能力有够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考虑去多上一些的 因为这个也是像数学啊 还有包括说这些physics方面 还有这些coaling方面 这几个subject都是高中的孩子 会比较愿意去community college上的这个subject OK 那下一个的话 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AP课 我多上点AP课在高中阶段 我是不是可以省很多的大学学费 我是不是在大学 我可以早早的毕业 我可以省不少事情 那这个的话答案是不一定的 因为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专业 他对AP的这个policy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公立大学会比较大方一些 他在把你AP成绩算成这个college credit 那工校的话 很多工校可能有个 in general 三以上可能就有 但是私校的话 他其实没有那么general 那这边的话会给大家几个例子 一个首先一个是 我们说的major的不同 造成的这个AP policy的不同 我们的UC其实对AP是非常general 很大方 这个一般的科目的话 可能有个三 很多科目你都可以拿到credit 但是呢 我们来看UC Berkeley的engineering 他比如说AP Physics C 这个考试他只承认五分 OK 只有五分才可以帮学生达到这个college 去复复你的college requirement 他可以抵门课 OK 那MIT就更严格了 你有这个AP 你在高中阶段考了AP calculus BC 你考了五分 那还不够啊 你来了我们MIT以后呢 你还要take一个placement test OK 那这个test如果你过了的话 OK 再加你的AP calculus BC 拿了五分 你才可以拿到college credit 那这个过是什么概念呢 那MIT也给了一个解释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placement test 如果你要过的话呢 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分数 我们是我们的faculty 会一起决定 你这个学生能不能过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苛刻的 那最后我们USC的engineering呢 其实也有提到说 如果呢 你想skip掉我们的calculus 2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USC 他们的calculus 2的话 然后你想上 calculus 3的话呢 你的 我们只承认这个 这个AP calculus BC 拿了五个学生 OK 然后你来了我们USC以后 你还要继续 你要在我们这 我们学校完成calculus 3 which is I think it's multivariable 所以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专业 他对AP的这个算法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 一定说 OK 我用我的AP 这个 这个节约了很多很多课 这个得看学校 得看专业 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您和孩子 更全面地了解了这个AP 课对大学申请的影响 那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或者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之后每期的讲座预告呢 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公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呢 也可以扫描我的这个二维码 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 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 谢谢陈老师 拜拜